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染邪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在他的巧手下 一些普通的植物染料与布料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那他们最终会被巧妙地转化成什么样的色彩和图案呢 树枝在画得比较密集一些 它出来就有点像冰灭的那种感觉 学生在这堂课中学习的制色 绑扎 染色等每一道工序 都是管栏省每天必做的功课 通过全新的表达方式 他将大气磅礴的古代丝绸染邪记忆传承并创新 他的代表作有《雨丝》 麒连山等 2017年 染邪记忆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传统染邪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 它千变万化的染邪过程 一个植物沉入钢底 经过染料 溶液 酸碱度 湿度 温度的调节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这种未知树也是让我最为着迷的地方 当捆绑他的绳索 蜡 甲板 浆糊一一脱落的时候 他会像陶瓷的摇变 让我无限地着迷 为了让古代丝绸染邪记忆大放异彩 管栏省做出了哪些新的尝试 在不同风格变换的染邪作品中 又饱含了他怎样的创作思想与情感呢 2013年 管栏省遇到人生低谷 当时正逢自己的染邪创作遇到瓶颈期 而作为自己情感支柱的母亲因病去世 管栏省陷入痛苦和迷茫中 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 因为我们就是又有师徒之情 也有母子之情 是我最低迷的四五年吧 就是突然的依靠没有了 不知道何去何从 天都要翻下来了 到底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在做还是不做 如何做 生老病死是一个常态 但是在每个人生里是过不去的结 因为这个记忆就是我们像字典一样的 可以查找很多数据的一个字典 已经消失了 第二就是心里面的依靠也没有了 就是内心呢 就是很混沌 但是终有一天也会发现 它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就像我的母亲给我给的血液一样 能割舍 也舍不掉 于是 管兰生继续进行创作 为了将自身情感更好地融入到染邪创作中 管兰生在构思利益阶段认真思考 正是这种慎重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没有动手创作 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湖边发呆 秋天的湖畔微风拂过 在大自然宁静的氛围中 他逐渐找到了灵感 当时家里面流了很多的矿物质染料 我想以他来做一个我心境的一幅作品 这时候呢 我经常去走到河边 或者池塘边去看枯叶 就是特别核化的枯叶 枯河 我就觉得跟母亲的生命一样 她枯竭了 我可能永远再不回来 有看到池塘边的一些水鸟 飞翔 但是它是漫无目的的 在整个的池塘边 就是毫无方向的浪费 所以我以此为一个创作的主题 表达我内心的动荡和不安 在滚蓝生的脑海中 湖边荷叶和荷花层层叠叠 四只水鸟从其中盘旋而过的画面 大致形成 那么 怎样才能让这两种形象 在染布上增添漂泊浮动的意境呢 回到家里 我已经就开始画质草图 我用了灰细犬 这个鸟 表现出的这个鸟的叼咬 为此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一幅这样的作品 整个的调子灰长的灰暗 用灰色来进行染制 要想让作品呈现得更加完美 滚蓝生还需要潜心对局部细节进行进一步处理 那么 用染邪手法能否呈现出滚蓝生心中理想的效果呢 真正纠结的是那种细节的东西 困难的是眼睛 因为像我现在慢慢的岁数已经有点大了 眼睛花了 这些东西制作起来就比较费劲 因为它要很好的眼力和很好的就像绣花针一样 屏住呼吸 然后细细的粉 包括我的很多作品 小鸟的眼睛 它就是拿了一根线细细的像绣花针 把它挑住 然后粉制 断断续续一年的时间里 滚蓝生终于完成了这幅作品的创作 并为其取名为雨丝 作品中呈现出的意境 源自于管蓝生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这让它在经历人生低谷后 破茧成敌 开始在染邪创作上 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 千百年来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 文明的交流与互建 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真品 于是 管蓝生将自己的目光 放眼到更加雄浑壮阔的思路风光上 在吸收思路文化和汉唐风韵的基础上 开始从丝绸之路上的瑰丽大景中取材创作 很多年前就领着学生在秦莲山采分 在采分的时候 每每写生画完画 完成了一天的写生工作 就会疏疏懒腰 伸长伸长的胳膊去看远方的远山 落日融进 暮云河壁 这时候的秦莲山是显得那么的绚丽 或者是安详 安静 能听到静静的流水 能看到天上的飞鸟 还有落日 真是融进一般 像黄金一样 这样落下了深深的烙印 所以有一天 忽然就想做一些 这样落日融进暮云河壁的这种景色 来表达这种内心对丝绸之路的这种眷恋 所以在应该是15年的春节 春节的初二的早晨 突然有了这样的灵感 麒麟山在古丝绸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地理意义 从这里发源的河流 滋养着河西走廊的绿洲 那么 管兰生如何才能用染邪工艺 呈现出麒麟山雄魂大气的艺术风格呢 成千上万更多的树木 来表达这个 这种的这个集聚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所以呢 这个和刚才那与四十千人不同的 它表达的是一种快乐 春节聚集在一起 家人团聚 还有很多的学生互问 学生朋友互问 互相问号 就像这个一座山上的柯柯松树一样 汇集 在制邪的过程中 管兰生的捆扎手法 控制着染邪的图案轮廓效果 线绳捆扎时 哪怕多一圈紧一些 这种细小的变动 呈现出来的染色效果都会不同 麒麟山上的树木 由近极远 有浓烈也有松弛 虽然需要创作者 娴熟的捆扎技法 但更需要足够的细致和耐心 一百多棵树 在管兰生的手中绑扎完成 等待着沉入染缸后 进一步蜕变 就在制作过程中 有人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种树 一天一棵树 一天一棵树 就这样 就是这个作品就呈现出来 从正月初二到五一 这就是我一个快乐的 一个一段时光吧 然而 当染布从染缸中取出后 管兰生不甚满意 麒麟山落日融金的景色 在染布上 并未生动展现出来 在做的过程之中呢 我也考虑了很多的工艺 颜色呢 也比较名利 刚开始染出的黄色 黄色并没有那么黄 后来呢 我就想到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工艺 叫拔染 我把空中的 橙橙的黄色 拔成柠檬黄或者中黄色 雄浑 无比 这个作品也就呈现给大家 拔染 就是借助还原剂或氧化剂的作用 将有色之物的原油染料结构破坏 从而获得局部消色或溢色的花纹 通过这项工艺 管栏生对作品颜色进行修正 使他呈现出自然光线的投射质感 其实我们做绘画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做作品的时候 你并不想着它是 你能达到的这个东西 将来终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是鬼使神差 在染缸里 它有自己的温度 有自己的机缘 两种颜色 三种颜色 或者更多的四五种颜色 它进行交汇 融合 最后汇成了你自己 要表达的言 你要是 我有很多次问自己 这个作品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我做的 但是是你做的 你还能再做一遍吗 再做出来的 肯定跟这一副千差万别 这幅《麒麟山》作品耗时近半年 在管栏生的创作和改进下 呈现出层次丰富的绿色 尤其是远山在阳光的照射下 更是有了淡黄柔和的光运过渡 使作品变得立体自然 处处灵动 此后 管栏生陆续创作了一系列 如《新思路》 《行走昆仑》 《孔雀河》等 以思路风光为题材的作品 这些染鞋作品唇厚洒脱 大气瑰粒 逐渐成为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 管栏生就开始对古代丝绸染鞋记忆 进行研究 同时能让染鞋走进寻常百姓家 更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为此 他也做了很多新的探索 然而 在使用机器大规模复制印刷的当下 传统印染工艺 不仅成本高 而且耗时费力 那管栏生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可以尝试呢 一天 正当管栏生观察染钢情况时 他回想起几年前 自己曾在博物馆的一件出土织物上 看到过繁蜜精美的鱼子鞋纹样 这个传统图案经过手工绑扎后 织物会缩小并留下扎线和针眼的痕迹 形成凹凸不平的褶皱感和激离美 如同精美的浮雕 这种多层次的感官体验 曾给管栏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 他决定制作鱼子鞋纹样的配饰作为尝试 鱼子鞋的做的工艺呢 也非常的反复 你看 这其实是一个很柔软的丝绸 在我们能工巧匠的勾织之中 它就变得很硬 像个帆布一样 其实它打开都是细腻的花 这样做出来呢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在我这个团队里 他用的这个鱼子鞋就非常多了 你看 我把这几条方形在做的 我夫人会发现 我们现在来打开 两条保里的 把这一条方形关系 我决定了 这保里的这两条方形 跟画面 它的这条方形 那一个 我现在在这条方形 就是 我们今天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要做好市场调查 要知道什么东西在市场上能够销售 要适应市场和时代的变迁 要抓住年轻人的心里 要悬扬中国传统文化 使传统文化以现代的面貌进入我们现代的生活 这是我们现在一直要面临 或者以后要面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出去 发展下去 我觉得主要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求证 就是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婚后的文化遗产 真实地记录下来 然后完整地传承下去 第二个就是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要归纳总结 最后呢 我们追求的是美 面对未来 我们要很好的归纳总结 把新知识 新材料 新科技融入其中 使传统的古老的这种传统记忆走向现代生活 使我们的生活更美 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祝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